是用拖的脫離現場 員警兩個人或三個人一組 拉人為主動用警棍為斧 強勢的警力對上手無寸鐵的學生 行政院清場鐵了心勢在必行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到目前為止來統計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個衝突當中受傷呢 目前為止統計是總共有68人 分別被送往 總共有七家醫院 那麼當中也包含了一位立委 這位立委是台聯的委員叫做周妮安 他在推擠當中肋骨被衝撞 當場倒地不起 而現在還曾經一度傳出 說有一名學生 因為傷事實在太過嚴重 搶救不及 可是剛才台大醫院證實 並沒有這回事 68人大部分都是輕傷 只有一個人必須要住院觀察 救護車急駛而來 醫護人員忙進忙出 一個晚上受傷學生不斷被搜集醫院 同學發生什麼事啊 混亂中台聯立委周妮安也掛採 北市衛生局緊急調度台大 馬街等七家醫院收治傷患 強制驅離 學生紛紛受傷掛採 醫院門口民眾滿頭失血 指控警方暴力香香 你是被什麼東西打傷的 警棍 非常多人都受傷了 這個國家已經瘋了 哽咽控訴警方暴力對待 手無寸鐵的民眾和學生 學生團體代表林非凡 第一時間呼籲警方反暴力 不斷向政府喊話 換來的卻是暴力鎮壓 讓一直強調和平抗爭的林非凡 忍不住砲轟馬政府暴力無情 要再一次向馬總統喊話 向江院長喊話 希望他們立即停止 對同學們的鎮壓 希望他們立即停止 以國家暴力的手段 用警察暴力的方式去凹打傷害 我們這些清潔朋友 一波波的衝突 傷患不斷湧入醫院 學生團體代表林非凡 再也按耐不住怒火 太陽花學運 讓民眾學生成為警方暴力 流解衝突的犧牲品 三連新聞最後報導 寶博警方這次動作非常的快 在早上六點半左右 現場就已經清理完畢 現在只剩下零星的群眾 還集結在行政院的周遭 而行政院剛才也表示 院長還有相關的部會官員 今天都會如期進到辦公室上班 而馬總統則是取消了 上午的接見行程 等一下早上8點45分 8點45分就要來召集 緊急會議來做應變 事實上昨天連夜 馬總統跟江院長 已經通過了好多次電話 譴責暴力之外 馬總統也肯定行政院的做法 那麼至於行政院 到底被破壞到 什麼樣子的程度呢 剛剛已經初步清理的現場 可以確定的是 院長辦公室沒有被闖入 是機要秘書的辦公室 被搞破壞了 包括玻璃被打破 公文被亂翻 群眾還企圖要打開電腦 想要下載文件資料 可是馬上就被警衛發現 拖出來並沒有得逞 好 繼續再來了解 這次帶頭闖進行政院的 核心人物是誰呢 他叫做魏陽 他說之所以會攻占行政院 是為立法院的夥伴們 疏解壓力 如果有任何人 留下一滴鮮血 這筆帳都應該算在 馬總統的頭上 魏陽是何許人也 他是清大社研所的學生 爺爺奶奶都是當年228的受害人 而媽媽這邊則是日治時代文學家 楊葵的後代 或許因為出生 非常特殊的家庭背景 所以讓他非常自然地走上街頭 媽媽今天早上也在臉書上表示 為了孩子痛哭過很多次 也不斷地為兒子祈禱 可是身為母親 他還是尊重兒子的選擇 激動的群眾一個接著一個手拉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進攻行政院 推倒駿馬 還爬進院長室 如果現場有國際雷霆 也請進入台灣民主化的生過一刻 我們希望台灣的經驗 可以像以前一樣 給世界大海田發表嗎 好 拿起半科工發表言論 眼前這個年輕人 跟一般學子沒兩樣 他就是這一次攻佔行政院的發起人魏洋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 也是陳薇廷的同學 在臉書上表示 動員很不負責 但請願意的朋友來行政院聲援 多來一個人 就必須逼警方多派三個人清場 之所以會佔領行政院 除了幫立法院夥伴輸減壓力 更是讓馬政府看見人民決心 警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驅禮大家 他們或許可以通過大門 但是他們無法幫我們通過大門 許多社會運動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 魏洋走上街頭或許跟家庭背景有關 因為他的祖父母都是228受難者 尤其是他的外征祖父楊奎 更是台灣文學前輩兼社會運動家 因為得罪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成 在綠島做了十年黑牢 他的母親楊翠 凌晨把臉書的大頭照換成全黑 表達抗議 而在得知凌晨5點20分左右 魏洋被三個警察帶進行券臨時徵訊室時更是交集 他在臉書上表示相信還有其他人被抓走 抓進去打得更厲害 請大家分頭找這些人 也請律師去幫忙 有人則指出 律師團已經趕往處理中 請他保重身體 不要過度擔心 三星文李怡婷SNG才報導 好 我們看到 現在學生似乎開始分裂了 有人按耐不住 決定要走回當年那種街頭衝撞的老路子 激進派也就是鷹派的分子 在昨天深夜帶領3000人 他們是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油壓檢 還有鋁製的鐵梯 轉移陣地襲擊行政院去 學生甚至是先把棉被鋪在鋸碼上 再攀爬過去 避免身體被割傷 所以他們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說現在學運正式分維溫和派 跟激進派兩者 而拒絕聯考的小子的作者 吳祥輝老師現在就高度懷疑 今天早上他接受媒體的採訪 他說是不是有新人士 在那裡分化領導階層 事實上不論是林非凡 陳維婷 或者是比較衝的魏洋同學 他們三個人都是黑色島國 青年陣線的核心成員 被簡稱為黑島青 這個團體平均年齡大概是20多歲 成員很少 大概只有20多個 可是卻是讓執政黨 非常非常頭痛的一個組織 去年10月雙十國慶 黑島青就發動過 佔領凱達格蘭大道的行動 還有海協會長陳德銘來到台灣 黑島青也去接機 在每一個接下來的行程 都突襲抗議 所以說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學生很靈活地運用網路來串聯 算是近年來一戰成名的一個社運團體 好 接著我們也來看看作家 九把刀跟媒體人陳文茜 他們也發表了聲明是否定學生目前的做法 不過施明德跟太太陳家軍 則是給予太陽花學運正面的評價 上簽名的學生23號晚上衝進行政院 場面火爆失控 甚至拆下創戶指導行政院內 一幕幕讓人觸目驚心 學生用血淚捍衛退回服貿 名人之間也掀起論戰 九把刀臉書PO文 傲慢的政府終於無法讓冷靜的人民 不一致的抗議方式分道揚標是遲早的事 攻下行政院失去了更多的社會支持和同情 字裡行間充滿無奈 也對學生攻占行政院表達不贊成的聲音 還有知名主持人陳文茜 微博PO文表達對學生的失望 他說有些學生把自己的理念激情 當作是無限上崗的真理 反對者就是賣國賊 想當社會領袖卻沒有準備只有任性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就是一個政治宣言吧 就是行動者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要說的話都在我們的行為 包含我們噴在牆上 包含我們選擇這個狙子 一切都是這樣 施明德的女兒也在立法院抗議還噴漆在外牆上 妻子陳家軍說他們的行動在治理行間不可言喻 針對這次攻破行政院的行動 施明德發表公開信 表示馬總統公開違憲還玩弄年輕學子 把學生激怒公佔行政監察兩院如果動用憲兵鎮壓 他就是公然向民主體制叛變 後果要馬江政府負責 反黑箱服貿活動最終變成流血衝突 學生得不到滿意回應馬政府形象大傷 雙方皆輸 三新聞 吳文昌 莊德平 台北報導 同樣作育無數英才 在台灣相當知名的作家蔣勳 他也支持學生離開校園走上街頭 蔣勳大聲讚揚 這次的太陽花比起當年的野百合還更加的了不起 蔣勳說罷課並不是不上課 只不過是把教室換的地方搬到街頭上 服貿是政治問題 應該來逐條審查 蔣勳也說從國民黨張慶忠委員花30秒 把服貿送到院會存查 到最近公部門面對學運的態度 都令人痛心 當然學生只好用自己的方式 來把真相弄清楚 昨天晚上我們就看到部分學生也好 民眾也罷闖入了行政院 是從側門爬上二樓 甚至一度想要直闖院長江儀化的辦公室 雖然院方事後陳青被闖入的 只是秘書的辦公室而已 並沒有任何的電腦或公文被偷走 可是我們也獨家直擊 有些民眾在行政院裡面拉扯窗簾 推倒桌椅 甚至筆出中指來自拍留念 種種的行徑似乎讓原本和平的訴求失焦了 傳入行政院的民眾將橫移堆在門口 試圖阻擋警方進入 不過手段太粗暴 連記者也看不下去 但鏡頭轉到行政院內的辦公室 還有更無恥的行徑 這位同學大把的把窗簾扯下屑份 拿空霧來發洩情緒 還有人把辦公室抽屜往外拉 現場文件散落一地 到處都是紙屑 但難得進入行政院的民眾 似乎情緒很激動 到處拍照留念 不但傳出有電視被偷走 還一度傳言 民眾指導江儀化辦公室 帶走了機密文件 外傳有六個人進到院長的辦公室 事實上是進了院長旁邊的一間辦公室 那立刻就被擋住 而且被驅離 所以院長的辦公室 還有院長機要辦公室 裡面不管是文件或者電腦 都沒有被帶走 稍找以及58人 被警方以現行犯身份 帶走製作筆錄 還要以妨礙公務 刑法毀損公務罪就辦 可能吃上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民眾一時激動 不但造成損害 也已經讓原本訴求 理性投資的活動 謀上一層陰影 三類新聞這麼報道 觀眾朋友7點58分了